屏東橫村半島在地居民15號北上內政部營建署召開 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 希望爭取將目前橫村鎮一共33個被畫在墾丁 國家公園內的既有聚落 畫出國家公園外 居民認為墾丁是台灣第一個國家公園 已經成立30多年 當年許多的規劃早已不合時宜 被畫入特別景觀區 以及生態保護區的聚落都禁止開發 一般管制區鄉村建築用地 也受到國家公園法令嚴格限制 對此屏東縣政府則提出了四項方案 包括墾丁大街畫出國家公園 南灣墾丁帆船石社區 畫出國家公園 三十三個居落 全部畫出以及有條件 畫出十五個居落 由於三十三個居落 全部要畫出 在現有的制度下 以及部分為合法取得的土地問題 恐怕還有難度 除其居民只是退而求其自傾向有條件 畫出十五個居落 讓當地有合法私有土地的居民 能夠先畫出國家公園範圍 因為我們考量就是說 這個畫路 畫出之後 他會有一些 銜接上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過去都沒碰過人 就是說由一般 一般 就一般管制管制 到一般國家公園管制 然後現在又把它畫出 畫為非都或是都市的管制 這是我們都沒有碰過的 在要畫出之前 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 專案小組的召集人林建元則表示 會中包括縣政府以及內政部營建署 並沒有人反對 要將既有的聚落 畫出國家公園的想法 這是好的開始 但未來要如何畫出 以及土地畫出之後的管理方式 還有在討論 林建元強調這些建議 都將會交由內政部營建署 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來審議 記者等會大陸 臺北市採訪報導